到你也鞭 也倒 自己也演 这三个角色你喜欢哪一个 演这个东西先扯去吧 因为演都是莫名其妙的啦 真的喔 但是你演的 我很怕在电视上看他自己 我很怕他演 其实都是 以前刚新电影的时候很可爱 就是大家 朋友大家讨论剧本嘛 要拍的时候就讲 就讲要省钱嘛 因为预算很低 不然你去拌三 你去拌三 我们就去演了 不要钱嘛 要不然就是吃个便当就走了 就这样子 好 那个 你那个短的时间可以 就是那种客串 或者路人假路人仪 这个OK嘛 其实我那时候最先被吓到的是 杨德昌 那时候拍依依 他拿来说 他把剧本丢给我 就讲说 他希望你演里面那个 NJ那个角色 我一看我快疯了 他给我的剧本第一稿是英文的 我一看 这是NJ NJ很多 那男主角耶 我就说不要啦 这个是主角耶 这主角不是要扛票房的责任吗 我说我长这样是扛票房的责任吗 起码你是要秦翰秦祥林嘛 你不是我嘛 但是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觉得我听进去 他说 我要的是你那种疲惫的中年的人的感觉 我那时候真的很疲惫 真的很累 工作太多了 那个四十几岁的时候 哇 很累 我说那你就对了 但是我后来就跟他讲说 我还是没办法承担这种责任 我就跟他讲 跟他讲说 你另外去找人 如果找不到 最后没办法 那只好我来 后来他也没有 我不晓得没去找 反正快开镜就叫我去了 就这样 后来有一定聊天讲说 上面已经写NJ了嘛 就是恋真嘛 对 那没有啦 谁一直乱讲 NJ他这里面的角色叫蓝俊 但是他就是要说服你接这个角色 对对对 反正我就去 但是那个过程 我压力很大 你演戏压力会大 当然大 因为你没有看到你自己在演什么 演戏的过程 导演看monitor 知道你对不对 对不对 我自己都没有 都要演完之后才去看 我的标准跟他也不一定一样 对 你看自己演的戏吗 演员这件事情我真的不准 我没办法 很有把握说 我这样的演出是对的 那我们没有受过演员信念 这就只是照着这个感觉 好 那我去 就用我生活上的角度 但有时候就是生活的那个厚度 跟历练的累积 可以让你诠释这样的角色 对 这东西有时候是这样 就是像我们有时候 你一些岛戏也好 拍广告也好 或者舞台节也好 有些很厉害的演员 就是你一边讲话 一边做家事 他会做得很流畅 因为他就是生活 对他来讲 有些人是他没有生活 他生活里面没有叫收拾东西的这种习惯 对 他就会故意去拿这个 不搭掉乱拿 那你一看就知道 不像花贵嘛 对啊 对啊 那我自己就除非这个东西很熟 我有把握做到 那要不然很细腻的东西 我不一定有做到啊 对不对 从 我现在需要你一个眼神 就从兴奋到恍然大悟到失望到觉得生气 这个我就没办法了 这个我真的没办法 这个好复杂啊 不是吗 那你会自己看自己演的事吗 当然会看啊 因为你有时候出来看对不对啊 你还是跟导演讲 导演会跟你讲你哪边不对 当然会 剪接出来当然 当然成那个片子会 但是会故意躲避 你会故意躲避 像依依 台湾没有上演嘛 但是他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他有在几个地方 看这种试骗 对 我刚好没空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我逃避 就是我想逃避去看啊 因为我知道戏很多 我在里面戏蛮多的这样 但是反而是多年之后 有一次在美国 在哈佛大学他们有一个专题 那找我 我去了然后放 我觉得就这样看 第一次在到荧幕上看 对啊 但是那已经事隔多年了 所以反而比较客观 我觉得他蛮准确的 因为我真的很像一个 疲惫不堪的中年人 这一点是对的 他眼光很准 他眼光很准